我们说就为什么会得痔疮呢 我记得刚才盈盈就跟我们说了 还说我们这个编导开选题会的时候 就七个人有六个都有痔疮的 还都是女士 但是呢就比较耗面嘛 就是也不想露脸 那咱们就去听一听 他们这个痔疮到底都是怎么得的 我是怀孕的时候得的痔疮 我也是怀孕的时候有痔疮的 我怀孕的时候容易便秘 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没 我是肠胃不好 爱腹泻 有一回一天拉了四遍 马上痔疮就出来了 我不咋爱动 白天上班基本一直坐着 回家也不是躺着就是坐着 偶尔就犯痔疮 不是说吃辣的容易得痔疮吗 我特别爱吃辣的 然后吃辣的之后呢 就病息 我的痔疮真的是跟吃辣的有关系吗 我是综上所述 除了没怀孕之外 上面的情况我全都有 有时候便秘 吃不好我就腹泻 然后我不爱动它 还爱吃辣 便秘容易得痔疮 我们好理解 它这个腹泻 你说就拉得痛快 它怎么也会得痔疮呢 得痔疮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引力的作用 以前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痔疮可能就人得 爬的它不得 因为我们那个人 地球的重力作用 和我们那个身体的构造 血液往下走 对 我们肛门那个地方 相对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所以那个地方是容易淤血的 就是血液就回流 是有很大的阻力的 所以一个是力血 包括我们大便 坐着的 蹲着的 都是向下用力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提到我们的排便 比如我们的便秘也好 腹泻也好 便秘是次数不多 但是每次用力 腹泻可能不需要用力 但它次数多 而且腹泻的病人 慢性腹泻的病人 它都有个毛病 老是怕便不进 可能它那个排便过程 可能20分钟 但是呢 第一分钟已经排完了 剩下的19分钟 都在进可量的 变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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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样两种病人一样 都是痔疮的一些 高发的一些病人群 总之恶当的 那怀孕呢 感觉很多人都是怀孕之后 得痔疮了呢 孕期啊 随着这个孩子啊 不断地体型变大 他有压力 就造成了一个腹压增加 那么腹压增加以后 其实也是加重了这个血液循环的一些问题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孕妇 包括产后也是 它是个便秘高发的人群 所以它也具备了这个痔疮 高发的一些疾病的因素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这个痔疮 有很多人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肛门的静脉曲章嘛 这有很多人说 是静脉曲章咋得呢 你站着时间长 腿 对 不容易出现静脉曲章 对吧 那这个静脉曲章 是不是就是咱坐的时间长了 就往下走 对 因为我们痔疮如果是内置外置分开来说的话 内置主要还是一个就是血管的一些瘀血 血液循环的问题 然后才有增生啊 一些炎症啊 然后就是破溃出血 那么久坐的人确实他一个血液循环不好 他脑不动 这个地方还很低 然后还有久坐的一个人群呢 第一个 他也是便秘的一个多发的人群 所以呢 又具备了 第一个血液循环不好 第二个呢 他还便秘啊 所以说这样的久坐的人群 他确实得痔疮的比较多 张老师那是吃辣的呢 我们直播间好多都是无辣不欢的小伙伴 大伙就以前也听说了 说你少吃点辣 要不容易得痔疮 那这个吃辣跟得痔疮之间真有关系吗 为什么喜欢吃辣呢 喜欢这种辣的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来自于我们的辣椒素 辣椒素 第一个刺激肠蠕动 第二个刺激血管的扩张 所以说又具备我们痔疮 这个得病的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排便不正常了 吃辣的 或者是辣肚子 或者有的是便秘 第二个呢 辣椒素 不吸收 需要通过肠道排出 这时候路过肛门的时候 正好刺激到肛门的血管 导致血管的扩张 与血血循环不好 据说健康 由油中黄金还原稻米营养精华的金龙鱼 骨微多稻米油特约播出 古往今来被至重困扰的中外名人不少啊 张居正 这号称明朝第一宰相 那也是有至重 万历十年 也就是1582年吧 春节刚过 张居正的至重就罢了 歇兵家呢 拿破仑 是吧 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大一会都知道 拿破仑痛失滑铁炉了 但他一直有个说法 是什么呢 是拿破仑在滑铁炉战役当中 不是败给了敌人 而是败给了至重 但是因为至重发作了 拿破仑在一起马 哎呀 就点的 他就疼啊 心情不定